好 大家看一看 它的造型跟这个立体剪裁出来的模型 一模一样 很漂亮 而且它用什么面料做都会出现同样的造型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讲解的是呢 就是如果你把立体剪裁的线条做得很优美 这件衣服的线条优美 造型优美的话 那么在尺码上 如果对于人来说 你瘦一点或胖一点 穿出来衣服都会很漂亮 因为它的基本线条很漂亮 它的基本线条合适 美观 所以任何人穿出来都美观 除非你太胖了 你穿不进去 比如说 但是差不多的人都会穿得很漂亮 像这件衣服我觉得我都很喜欢 是猪果衣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我想我穿上呢 也会很漂亮 虽然我比猪果衣 咱们试一试 就是我所说的哈 我所说的呢 造型好的衣服 任何人穿都会漂亮 都会好看 好 我试一试哈 我穿这件衣服呢 是有点肥 但是我觉得呢 它有一个笔领 我觉得袖子有点长 但是它的基本造型呢 是很漂亮的 尤其呢 我觉得它的后背造型很漂亮 所以呢 它有腰结 而且呢 把这个腰结线展示出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造型很好 虽然我穿着很肥很肥 是吧 而且呢 袖子也很长 但是它的基本造型呢 显示出 这个立体剪裁的优美的线条 那今天呢 要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展示的立体剪裁呢 只是呢 使各位观众呢 对立体剪裁有一个入门的认识 因为立体剪裁的方法 还有这个很多的做法 都是比较复杂 是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的 希望呢 我们今后在 今后的节目当中呢 不断给大家讲解和演示 更复杂的过程 更复杂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节目